打開了 飛沙 看看這個排隊的人潮 蛤眼 這個看起來不錯 對,然後就有個點了這個 很坑的椰子 不偏掛喝 哇,這皮糟糕 哇 好吃嗎? 超級快的 這家店是好像連續 連續好幾年米其林 看這個皮 超級快的 哇 超讚的 好吃耶 好吃對不對 趕快排隊排成這樣 超好吃的 它這個果條是這樣子耶 Q起來的 捲捲的啊 Q起來很可愛 好,現在呢 我們的堆石姐呢 正在忙著挖她的椰子中 我還是要讓她把那個 最後架子發揮掉 展現出她的架子 對,被坑了不甘心 不是 超級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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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十六 千萬 雞 嗨,我就是 我們現在呢 準備要去China Town吃晚餐了 然後我們會先去吃一家 米其林推薦的餐廳 那吃完之後呢 我們去逛一下China Town的夜市 聽說也是蠻多好吃的 對 等一下再看我們有什麼有趣的或好吃的東西 再飯給大家 好 出發 出發 Go Go 我們的飯店呢 離China Town走路大概幾步路而已 幾步路喔 對 就很近啊 很近 欸 這家很香耶 我們回來買這個好不好 我發現他們路邊都好多這種小攤位喔 對啊 看的話好好吃喔 好想吃喔 我今天要好好的吃個飽 有了 已經餓得受不了了 欸 我們今天交通時間超長 飛機坐了四個小時 然後呢 從機場到市區的交通 坐了一個半小時 總共只有五個六小時 快六個小時 好High喔 好High喔 好 這邊路口變紅綠燈耶 這樣有點可怕 對啊 這邊有干馬線 所以說黑嚕嚕的 黑嚕嚕的 黑嚕嚕的 Go Go 挺危險的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來的那個捷運站 對 叫什麼 我不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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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晚上好多好熱鬧喔 對啊 這一條好像有那個熱草一條街 這個 這個 有機會可以嘗試一下 哈哈 充滿多人在吃的啊 對啊 這裡就是熱草店啊 對 路邊熱草店 真的很多空 喔 這個 要找一個 周圍也不容易 好熱鬧喔 好 我們走出那個唐仁街這一條 最熱鬧這一條 好 對 蠻熱鬧的 錢不夠 路邊換一下錢 你有沒有帶過錢50塊 50喔 你有沒有50 肚子剩下這樣子欸 沒有 有零錢嗎 零錢肚子還有10塊就夠了 對啊 這個 這是10塊嗎 80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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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我們就用錢夠了吧 剛剛我們在路邊那個 換是950塊 1千台幣換950塊 給他做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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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啦 怕錢不夠吃 先換一些錢 不然等一下真的是去吃飯 沒有錢付 對 跟錢付怎麼辦 怎麼辦 我們明天會找 比較大間的換錢的地方 換多一點錢 對 好 好了 我們到了 我們地下要吃的叫 什麼 什麼果橋店 神藝果橋店 看看這個 排隊的人潮 茶眼 希望他翻周率很快 嗯 應該會吧 我看一下這個人潮喔 大家看一下這個人潮 喔 小的 小的 還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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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太多人了 很多人了 他剛剛排隊的時候 就會先來點餐了 你就會跟他講說 你要什麼這樣 他就會幫你點好菜 等一下你進去就隨便開吃了 所以搬周率是非常快的 我們也等不到10分鐘吧 嗯 等不到10分鐘 很快 算快 看起來好好吃喔 對 好級 超級好 這個是他們的菜單 好了 等了 大概10幾分鐘 大概10幾分鐘 大概10幾分鐘快 我們終於入座 好了 我們第一個上來是 椰汁 對有人說他很趣 大家想要喝椰汁 這個一顆50塊 50泰銖 我記得外面一顆好像10塊 10塊就有了 真的嗎 對 怎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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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快點 一樣在這邊吃飯 然後旁邊一堆在排隊 感覺也是很快 好 我們菜都上來了 這個是大碗的柵條湯 這個一份是100塊 然後這個是大份的脆皮燒肉 這是200 對 這個是200 這個是一定要吃的 因為怕吃不夠 所以我們都點大份 然後這個是小份的豬腳飯 所以是聽說來這裡必吃的 這個是小的 所以這個才60塊而已 它好像也有分三個尺寸 有60 100 120之類的 反正就是你可以看 你的個人喜量去挑 對 你要的尺寸還不錯 它東西都有不同尺寸可以吃 不會說一次要吃很多 或吃不夠吃這樣 這個看起來不錯 好不好 對 然後就我點了這個 我們坑的椰子 你看那個椰子 你看那個椰子 不便宜不好喝 欸 它的這個龜條 對 果條很有趣 它是整個這樣子的 捲起來的 對 它是Q起來的 Q起來就是這樣 Q起來 它裡面有什麼 料的話這個是 豬肝 然後裡面也有燒肉 豬雜啦 反正就是豬人各種部位 這好像是豬頸肉 豬頸肉 就是雙版豬 它喝下的湯頭怎麼樣 哇 湯頭好好好 有一點就是微辣了它 它的湯很濃 然後是屬於那種 胡椒味非常重 胡椒味很重 對 你看吃果條的口感怎麼樣 它就是薄薄的 然後捲起來這樣 對 捲起來我覺得是成像那個 捲起來的板條 捲起來的板條 可是又比較薄 它比較薄 對 那它的脆皮燒肉怎麼樣 脆皮燒肉怎麼樣 為什麼旁邊有一個這個 這個什麼東西 醬汁喔 醬汁吧 哇 脆皮燒肉 好吃嗎 超級快的 超級快的 好吃嗎 超級快的 超級快的 好酥喔 超酥喔 超酥的 超酥的 就是有些那個 它那個皮啊 它做起來是會很酥 可是又很硬 對 它的是很酥 但是它是不硬 它是很脆 對 就是酥又脆這樣子 對 這可以耶 好吃 好吃 可是它200塊這樣分量有點少 我覺得 我覺得有點少這樣 我覺得這個體真的是很厲害 它的豬腳飯也是很有名 豬腳飯 對 它的豬腳飯都完全沒骨頭 是怎樣 骨頭去掉了 沒有骨頭嗎 對啊 它這個是腿鋪飯吧 感覺剛剛肥的 肥 肥 超肥的 肥肥的 超肥的 肥肥 好 肥肥 肥而不膩啊 很Q 其實很想挖一口飯 我覺得它的豬皮非常的肥嫩 但是你吃起來不會說會有那種有膩感 然後它的飯是那種泰國米那種香餅 麗麗粉餅那種 麗麗感很重的那種泰國米 還蠻好吃的 就很簡單 這家店是好像連續 連續好幾年的米其利很沒見的 我會想這個 主要是什麼醬汁啊 你說那個喔 對啊 有燥肉 好好吃喔 超好吃的 豬肝 豬肝吃起來不會太 就是不會那種就是有的吃起來很粉 老 然後很老那種 還行 還行好嗎 我還不叫我會好動 我要吃一下泡過湯 泡過湯的燥肉 好啊 就是變軟 吃它的皮還是脆的 對 這個是豬肚 所以它豬肚都給的蠻多的 這一碗100塊其實還蠻滑酸的 很飽 豬肚 豬肚肉的肉會比較老一點 比較腸 基本上我覺得這一碗 薩果條的話就是100塊 料蠻多的 料很多的食材 GP值很高 GP值很高的 GP值很高的 我們今天點的就是三個東西 都會蠻好吃的 沒有雷 沒有雷 有啦有雷是這個啦 我只是吃太坑了 現在50塊太坑了 這個是會不會是什麼 好像是咖哩嗎 這是咖哩 我都忘了什麼醬 吃不算醬 豬腳飯小小就散了 一下就扣完了 它的豬腳肉裹得蠻軟爛的 它這個皮 哇 超讚的 它皮泡過湯是更好吃的 因為它就比它不會那麼硬 然後就是比較軟一點 然後辣辣的 有一個那個 椒味 椒味 這個好吃 這個肉丸子好吃 這個絞肉啊 就絞肉 絞肉丸 這我一個人吃一碗沒問題 好吃耶 好吃對不對 大家排隊排成這樣 超好吃的 我們來再加上第一家米其林 非常好吃 還好我們的第一家 第一個晚餐 沒有失望 它這個果條是這樣子耶 Q起來的 捲捲的啊 Q起來很可愛 Q起來 它其實有點像我們吃那個 米肝 喔這個米肝 板條或米肝 然後捲起來的那樣子 所以還有Q 這口感其實是很像米肝 米肝有做捲起來的嗎 沒有米肝是做一片一片的 這個是算是比較Q一點的米肝 然後捲起來這樣 好了 你看我們全部吃光 光 好現在呢 我們的鎂石鹼呢 正在忙著挖它的椰子肉 而且它剛好喝的湯子剛好 對 很好吃耶 椰子肉好嫩喔 先拍一下啦 這個都吃掉 拍下好不好 你看這個 很嫩耶 裡面那個很像果凍對不對 就果凍啊 我覺得那個椰子肉比那個椰子好吃 嗯 Q喔 Q 就 好嗎 你這個 虎子貝雖然有點坑了 但是 至少那個椰肉 我還是要讓它把那個 最後的架子發揮掉 展現出它的架子 對 妳被坑了不甘心 不是 好啦 那我們剛剛吃完了 所有東西之後呢 請問 姊有幾爽 姊太爽 姊太爽 請問Jer哥有幾爽呢 Jer哥有 脆爽 脆爽 最爽是不是比較好 就是很脆又很爽 所以你就是只有 正對燒肉八角評論而已 對 沒錯 所以從頭到尾就只 最喜歡燒肉 燒肉我的愛 那所以就是你覺得燒肉最好吃 燒肉最好吃 然後果條第二名 我覺得它有點太辣了 喔 你說湯太辣了 不是要太重 它的豬腳飯呢 其實也不錯 如果我說 平常啦 就是我住在這邊 對 中午度就都想吃豬腳飯 然後我應該會選一趟來吃 這次來菜我應該會吃很多 不同的豬腳飯 到時候再來看哪一家最好吃 好啦 它是歐好嗎 還沒 還有一口 好了喔 好啦 結帳 不結帳 結帳啊 有結帳不是結帳 結帳 我們說結帳幹嘛 付錢 付錢 然後我們這餐總共吃了多少錢呢 總共是 四百一十不太多 就是 富美價廉 結帳你有吃飽嗎 有 吃得蠻飽的 我覺得這家店是 滿足夠一推的 有它的厲害的地方 對 真的 那如果大家來到 曼谷的唐人街呢 這家可以 嘗試 來吃吃看 希望我們 這次的影片 各位大家有幫助 那各位旅客如果有更好吃的美食的話 可以推薦給我們喔 以下留言喔 那我們下次旅行路上見 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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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